同学们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Python语言编程基础课程 第三阶段的第三节课 如果我们回忆一下,在上一节课呢 我们跟同学们介绍了Python当中两种非常重要的数据结构 也就是第一种,List,列表 第二种,Tuple,原组 本节课呢,我们将跟大家讨论第三种Python中非常重要的数据结构 也就是Dictionary,字典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节课的大杠 我们将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字典的结构 以及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它 然后呢,我们将结合一些实例代码 给大家来介绍字典的常用的方法 好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字典 那么谈到字典呢,就设立了两个概念 一个叫做键 也就是P,键盘的键 另外一个概念叫做对应值 也就是Value 也就是说,有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些数据 要通过一种结构 往往是程度出现的 每一个键对应一个值 我们要保存它们之间的关系 而把很多这样的项目来添加在一个大的数据结构里面 在这种情况下呢,就非常适合使用字典 也就是Dictionary这种结构 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现在想建立一个电话号码本 那么我们以人名就可以当作它的键 也就是Key 每个的电话号码就可以是一个对应值 也就是Value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个这样一个结构 我们可以把它当想象成一个电话号码本 好的,这时呢,我们说 我们想添加一个项目 我说的项目也就是指一对 包括一个键和一个对应值 比如说有一个人叫赵三 他的电话是889 那889就是对应值 第二个人叫李斯 他的电话是776 这种数据结构就被叫做字典 Dictionary 那下面我们来结合代码的实例 来看一下具体 我们如何使用Dictionary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创建一个词典 也就是Dictionary 大家注意一下 在这个代码的开头 我仍然加了这一行的当作一个转码 也就是编码的一个注释 它不完全是注释 因为它在里面有起到一定作用 就是当我们的注释或者我们的代码里面出现中文 我们将使用这种Utf8的编码形式 好的 我们先看一下 第一 如何创建一个字典 这个叫词典 其实方法很简单 假设我们现在要创建一个电号码本 我们给变量的名字叫phonebook提一个名字 然后呢 Python里面的语法是 我们将使用大括号 也就是花括号的方式来表示一个Dictionary 在里面呢 我们将添加多个项目 也就是说每个项目包含一个key 它的键和value 它的值 好 假设我们第一个要添加一个人叫名叫tau 它是一个字符串 我们它的电号码 比如说它是123 然后呢 这第一个项目我们就添加完了 我们可以想象刚才那个excel表格中的一行 下面呢 我们就要添加第二个项目 我们中间加一个购号 比如说第二个人叫jerry 然后呢 大家注意一下啊 我刚才那儿放了一个小丑 就是tom这个key 和它的value123之间 我们要用冒号隔开 这个冒号之间表示的关系 就是 左边是key 右边是它的value 好的 下面我们继续介绍 比如说jerry是一个key 然后tom的电号号码 也就是value是456 然后呢 第二个项目完成后 我们用动画隔开 第三个项目 比如说叫tim 也就是第三个人 他的电号号码是789 好 这样呢 我们就完成了创建一个词点 下面呢 同学们可能会有一个问题 说我们这个词点里面的数据类型 有没有什么限制呢 比如说他们之间必须是同一种类型呢 还是说可以是不同的类型 答案是 因为python是你们非常灵活的语言 所以呢 在一个词典中 同一个词典中 可以是任何的数据类型混合在一起 那我们就看一个例子 假设我们也可以创建一个这样的词点 我们叫 因为它是混合的 我们叫mixed dict 我们可以混合起来字符串 以及数字型的类型 比如说 我们可以 首先是tom 然后 我们说 还加一个字符串 它的值是boy 这时候呢 我们第二个 可以是一个数字 甚至比如11 然后呢 它对应的这个value 比如说23.5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用它通过这种方式 建议一个词典里面 包含有各种各样的数据类型 好 那下面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既然已经知道了 如何创建一个词典 那我们如何来 访问一个词典 你们的值呢 比如说我们想查询tom 名为tom 这个呢 它变化号码 好 语法是这样的 我们首先来声明 这个词典的名字 也就是phonebook 这是一个方口号 大家注意 这里是方口号 里面 我们填入 我们需要查询的 基于哪一个key 也就是它的键 这时候我们要查询 键 也就是它的key 为tom的 对应值是多少 所以我们填进tom 好 大家可以想象 这个查询返回的结果呢 将是tom 对应的value 也就是123 好 我们现在可以打印出来 验证一下 比如说我要print tom has phone number tom 第二号码是 大家注意 首先我们因为创建的时候 tom它对应的值是123 也就是一个 numerical value 是一个数字型的数据类型 所以当我们联合的时候 我们需要把它转化成stream str stream的类型 好 我们现在 运行一下这个程序 我们看到 我们返回了 名为tom 对应的电话号码 也就是123 所以我们学会了 如何创建一个词典 并且访问其中的值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我们如何修改 已经创建好的一个词典里面的值 比如说 tom搬家了 他们家的电话号码给变了 那我们如何来修改 字典里面的值 其实也很简单 我们只要通过 对应的key 直接赋予新值就可以了 举个例子 假设我们现在 将tom家的电话号码 改成999 那我们直接 还是通过 这个词典的名称 也就是 phonebook 然后呢 方括号 里面 因为我们修改的是 key 也就是见为tom的值 所以我们填入tom 直接给他赋予一个新值 比如说 线面赋予999 好的 这样就完成了修改 字典里面的值 我们可以验证一下 我们来copy一下 刚才这行代码 现在我们查询一下tom 再到电话号码 就变成了999 这样呢 就是如何修改 字典里面的值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假设我们想给一个字典里面添加一行新的项目 我们给字典里面想添加一个新的人和他的电话号码 如何呢 实现呢 其实也非常简单 所以我们如果添加 我们只要在字典中 直接通过一个新的以前没有存在过的key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新人名字叫keys heath的电话号码是888 那么这行代码呢 就完成了 我们对这个phonebook这个字典里面新架的一行项目 他的key是heath 名字是888 我们可以打印出来看一下 我们可以直接通过print statement一行语句加上本身这个字典的名称把它转化成stream 也就是字符串 打印出来看一下 好的 我们看到在这个字典里面 我们多了一个项目 也就是多了一个heath以及type的电话号码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如何删除字典里面的元素 以及字典本身 好 假设我们现在想要把time这一行元素删除掉 那么语法是这样的 首先我们del 叫del 然后空格之后 变量名字phonebook加上time 这行代码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删除以time为key的这一行 像 好 我们尝试一下 打印一下这个删除过之后 这个字典变成什么样子了 看一下是不是已经成功的删除掉了time 所以假设叫做book after delete 好 同学们看到 我们成功的删除了time这一行 还有一种方法 就是我们一次性的把字典里面的所有内容全部清空 它的语法是这样 homebook.clear 我们跟随一个clear的方法 这样呢 我们就把之前创建的词典全部清空的内容 但是词典本身还存在 就变成一个空的词典 不过这个方法大家一定要谨慎使用 因为一旦我们运行了clear 我们将清空里面的所有内容 好 我们现在再辨证一下 在clear之后 我们的字典变成了一个什么样子 after clear 我们看到 现在变成了一个空的词典 下面第三个层次呢 就是说 我们现在需要把词典本身完全删掉 连这个词典都不存在了 那他对我们的语法是这样的 我们使用delete 注意和第一个方法是一样 但是呢 我们后面只有词典本身的名字 而不加任何的以key或者键为表示的intry 也就是一个项目 所以这行代码就表示 我们将整个的字典都要删掉 好 那我们看一下 还能不能打印出来这个词典 同学们可以想象 很可能会出现一个异常 因为我们已经把整体这个创建 之前创建的词典已经删掉了 所以呢我们将期待系统会出一个错误在这 after delete all 果然就像我们预期的那样 因为我们已经删除了整个的这个phonebook 这个词典 所以呢 系统里面说 它没有被define 没有被定义过 好的 这样呢我们就学会了 如何删除一个词典的元素 以及词典本身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关于这个词典有一些什么样的特性 不同于list 列表和tuple 圆组的一些特性 首先呢 第一个特性 就是说 一个词典里面不能包含 两个key一样的元素 不允许 同一个键 出现 两次 什么意思呢 我们看一个例子 也就是说 它所有的key 不能是重复的 每一个key都一定要是unique 也就是都一无二 这样也符合字典本身的定义 因为我们不能在一个字典里面 有两个完全一样的人名 所以我们来做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现在出现一个新的词典 名字叫 rep test 我们试验一下能不能出现 两个元素中有同一个key 那我们创建假说 一个字典叫做 比如说第一个 它的key叫做name 然后呢 冒好之后 它的值 比如说叫a 然后呢 我们创建第二个元素 也就是说 讲说是叫 age 年龄 然后呢 它的值 比如说是5 然后这时 我们再创建第三个元素的时候 我们故意把第三个元素中的key 和第一个一模一样 也就是说我们还创建一个 这个 件 key 最为name的元素 假设我们叫它的值是bb 好了 这时候呢 抱歉 这应该是冒号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创建了 一个新的字典 但是它包含两个同样的key 我们看一下 程序能不能正常运行 好 首先我们把刚才的这个错误 先给它注释掉 好 程序这里并没有报错 但是我们现在尝试打印出来 刚才创建的这个字典 来看一下它的内容是什么 所以我们打印出来 这个字典 把它要转化成字幅串 我们看一下 它到底是有三个元素还是两个元素 大家看到 虽然我们添加了三个元素 但是因为我们之前用了两个重复的key 也就是件 结果程序 结果程序只是把之后赋予的bb 当作一个元素 添加到了这个字典里面 所以我们仍然只有两个元素 age和name 所以大家看到 其实在一个字典里面 我们有一个限制 就是说不允许出现 同一个key出现多次 这个在逻辑上也是合理的 因为当我们查询字典的时候 不能说我们依据的东西 这个key 它本身有多个同样的 好,这是第一个限制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二个限制 第二个限制呢 就是说 这个件 这四点里面的这个件 必须是immutable 也就是不可变的 所以我们可以用数字 字符串 或者元素充当 但不能用列表 因为大家记得 我们学过列表是可以变的 而元素 tuple本身是不能变的 所以我们可以用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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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符串 或者元素 充当这个件 但是呢 不能用列表 也就是list 好,我们可以做一个试验 假设我们现在创建一个新的 dictionary dictionary 我们叫它list dictionary 然后呢 我们在里面 它的t 我们假设用一个列表 也用一个list 这是我们用方括号 同学们还记得吧 方括号表面的意思是我们穿着一个列表 list 就是 假设添入一个字符串 name 然后呢 它的值 假如叫 这样 再创建一个新的元素 它的key是字符串 这次 age 然后呢 它的值是13 好 我们运行一下程序 来看一下 大家看到程序出现了一场提示是unhushable type 也就是说 这一个 dictionary 也就是字典 因为它 是见识不可变的 所以它不能被当作一个哈希的表 那么同学们可能问 我们能不能把它变成一个元素呢 我们可以试一下 答案是可以的 因为元素 它本身的特性是 元素 它是不可变的 所以 我们简单的可以把这个 方括号 改成元括号 也就是说 从list 改成元素 来尝试一下 是不是合法 好 我们首先copy一下 然后呢 我们把第一个这个键 改成元素 也就是改成tuple 把上面这一行来注释掉 好 大家看到 没有任何异常 所以我们学习到了第二个特性 就是见是不可变的 所以我们不能用list 关于字典 还有很多内置的函数和方法 所以我们自己可以下去来看一看 下节课 我们将给大家介绍function 请不吝点赞